在这个追名逐利的娱乐圈里 每个人都想一夜爆红 都想一直在聚光灯下受万人敬仰 但是有个歌手成名之后 却选择远离世俗专心创作音乐 他就是摇滚诗人许葳 大家好,我是阿星 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许葳 摇滚梦的开始 许葳出生在中国西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母都是老师 从小对她特别严格 1984年,16岁的许葳开始学吉他 两年后,凭借对音乐的热爱 获得西安市第一届吉他弹唱大赛一等奖 热爱音乐的许葳在高考前 偷偷就跑去给当地乐队当吉他手 在全国到处奔波演出 那时他也没有演出费 每个月只能拿到25元 要知道,当时的工人工资在100元左右 放弃高考追逐音乐 在当时甚至可以用历经叛道来形容 即使放到更开放自由的现在 都让人难以接受 后来许葳在部队里登起了文艺兵 还得到了保送进军医大学的机会 面对这样光明的未来 许葳拒绝了 因为在他看完崔健在西安的演出会后 一下就认定 我非摇滚不可 我给你温度 你拒绝接受 我给你双手 真实的感受 我给你自由 记忆的拯救 我给你所有 能不能停留 我想放养 梦想 败在现实手里 1993年 许葳拿着自己全部积蓄 和四个朋友组建了非乐队 一开始 乐队很穷 五个人到面馆吃饭都只能买一碗面 要五碗汤 冬千没钱开暖期 在屋里瑟瑟发抖 手都冻裂了 还在坚持弹吉他 在刻苦的练习下 非乐队很快就打响了名声 一千人的会场 甚至挤了三千人来看他们的演出 低下乌鸦鸦一片全是人 后来更是受邀参加了西北摇滚节 虽然他们在当地已经算比较出名的乐队了 但也只是勉强维持温饱 没过多久 乐队解散了 许葳是最后一个指导的 那天他来到排练场地 发现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 他知道了 很多时候梦想不能当饭吃 1994年 许葳钻进开往北京的火车 重新出发 再次追逐他的摇滚梦 很快 他就凭借出色的实力 加盟红星音乐生产社 本来许葳以为 加入了这个 签约了郑军田镇 被誉为中国摇滚乐 半壁江山的公司 就能够尽情失产自己的才华 谁知老板认为他形象一般 就把他放在冷板凳上 直到1997年 才出了第一张专辑 在别处 没想到专辑竟然在 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 一炮而红 卖出了50万张 还获得年度最佳专辑奖 后来更被选入了 中国当代诗歌文选 有一天 田镇觉得许葳的执着 写得很不错 就跟他谈了谈 谁知他只是象征性地 收了一块钱 就把歌给了田镇 凭借这首歌 田镇火遍大江南北 后来许葳在 琢磨第二张专辑 那一年的时候 还得了抑郁症 整晚失眠 差点就从宿舍窗口 跳了下去 他一边吃着安眠药 一边录歌 熬了三年 才终于把这张专辑录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张专辑 赢得圈内人士一致好评 乐评人豪仿 甚至说 我认为在当时 没有任何其他人能玩成这样的 但好情不长 没过多久 红星就倒闭了 无处可去的许葳只好回到老家西安 在父亲的开导下 许葳迎来了他人生的重要战者 他开始读中国的传统文学和佛经 从中寻找精神的寄托 他还去爬峨眉山 战胜一个又一个障碍 艰难来到山顶 在看到一片豁然开朗的景色后 写下了和他过去风格不同的蓝莲花 没有了摇滚的绝望 只剩下直达人心的温度 重新找到前进方向的许葳回到北京 推出了他的第三张专辑 《时光漫步》 2003年 许葳凭借这张专辑 拿到了音乐风云榜 出了最佳新人和最佳女歌手的所有提名 这次许葳是真真正正的火遍了大江南北 成为中国摇滚乐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爆红之后 别的明星都是频繁参加活动增加曝光度 但许葳却一反常态 他远离了这个追民逐利的地方 住进了北京郊区的果园 甚至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新闻 他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几年磨一剑 创作了第三集《故乡像风一样自由》这样感动人心的歌曲 许葳虽然远离了世俗 但只要他一开演唱会 即使从来都不宣传 那也是常常爆满 甚至连怀有深运的准妈妈都会去看他的演唱会 到如今 外界对许葳的音乐 是否摇滚有着争议 他在演唱会上总是唱着温暖又出世的摇滚 没有歇斯底里的嘶喊 也没有无边无际的愤怒 他既有别于主流 又游离于摇滚 不管是主流还是摇滚 都是一个很窄的东西 但音乐应该是没有边界的 争议还在原地 而许葳已经走了很远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